欢迎来到火箭叔叔的科学课堂 当我们翻开世界地图的时候 我们的地球就像是一片展开的汪洋 而几块大陆就像是漂浮在水面上的落叶一样 对了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 漂浮在水面上的落叶 或者说自己折几艘小小的纸船 然后把它们放在水面上 然后观察一下它们会如何在水面上运动呢 即使水面上看起来十分的平静 但是它们也会慢慢的飘动起来 偶尔靠近一点偶尔分开一点 那么漂浮在海洋上面的大陆 是不是也能够像这样飘来飘去呢 这还真不是异想天开 实际上我们脚底的大陆 真的漂浮移动了很远的距离 甚至到了今天就在此刻 它们还在继续飘移哦 当然说我们的大陆是漂浮在海洋上的并不准确 实际上我们的大陆是漂浮在地蔓上面的 地蔓里面满是融化的岩浆 它们就像粘稠的酸奶一样 在地蔓上面是被分成了很多块板块的地壳 而我们的大陆就在地壳上面 它们就像漂浮于酸奶之上的橘子皮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晃动酸奶 橘子皮是不是也会跟着动起来呢 对了我们的地球呢也是这样的 那晃动我们像酸奶一般的地蔓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地球的自传了 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大陆漂浮假说的科学家呢 是德国的物理学家 阿尔弗雷德·韦格纳 而且他发现大陆漂浮的这个过程 也十分的戏剧化 当时他卧病在床 正对面呢正好就是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 于是无聊之中的他呢 只能盯着这幅世界地图来发呆了 结果这一发呆不要紧 竟然让他看出了一个隐藏在地图当中的巧合 他发现非洲大陆的西海岸 基安和南美大陆的东海岸 在轮廓上面呢一模一样 就好像是拼图的两块一样 似乎他们曾经在横照以前 就是拼在一起的 韦格纳并没有放弃自己这样一个 看似天马行空的奇怪的念头 而是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 最终呢证实了他的这样一个猜想 于是发展出了大陆漂移学说 这个故事呢也告诉我们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我们一定要多去观察 多去思考 千万不要放弃任何的质疑 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制作环节 今天我们将要制作这样一个非常漂亮 同时呢也可以实际来演示的大陆飘移模型了 我们需要用到这样一张瓦轮纸板 大约呢是30厘米乘30厘米 然后还需要双面胶 这样的磁铁 小磁铁 大概我们需要有14块这样的小磁铁 这个磁铁呢可以是很小的 很小的磁铁 然后我们需要一些彩笔 勾线笔 剪刀 还有这样三张卡纸 这样三张卡纸呢 我们可以是选用两张彩色的卡纸 一张白色的卡纸 那么白色的卡纸上面呢 我们需要把我们地球的各个大陆的这个样子呢 给描绘出来 当然也可以使用我们已经提供的现成的模板 把它打印出来就可以了 这样一张蓝色的卡纸上面呢 我们画上或者打印上这样一个地球的一个图案 好 第一步呢 我们先把我们蓝色卡纸的地球图案给剪下来 先把其他的东西放在一边 接着呢 把它粘在我们这张瓦轮纸板上面 我们靠下粘一点点 使用双面胶来把它粘起来 好 第二步呢 就是把各个大陆的板块给剪下来 大家可以像我这样 先把这几块大陆呢 粗略的分开 然后我们再把它沿着黑色的实线 把它仔细的剪下 我们下期再见 当把它们都剪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们涂上我们非常喜欢的颜色 这样的话可以对它们进行一些简单的装饰 好 这就是我们装饰好的几个大陆板块了 我们可以看到分为北美大陆 南美大陆 南极洲 非洲 大洋洲和欧亚大陆 接着呢 我们就要把这样一个磁铁粘在我们每一个板块的后面 我们用双面胶来完成这一步 把它粘在中心 然后接着把剩下的六块磁铁呢 放在我们瓦轮质板的下面 让它把上面的磁铁给吸住 好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磁铁呢 来移动上面我们大陆的板块 注意磁铁的南北极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完成这样一个动作了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磁铁呢 已经粘在我们的瓦轮质板上面了 翻过来 于是我们就可以移动我们的大陆板块 好 比如说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两亿年前的样子 两亿年前呢 我们的大陆板块之间都挨得非常的近 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非洲大陆和南美大陆呢 基本上是绕合在一起的 好 哎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两亿年前的地球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现在呢 把它恢复成我们现在的样子 我们又来到了今天的地球 那最后呢 我们要做一些装饰了 以及我们要做出一个可以翻动的指示牌 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是今天的地球的模样 什么时候呢 是两亿年前的地球的模样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张橙色的卡尺来制作 可以翻开关闭的这样一个指示牌 剪出一个长方形 然后把它对折 好 就像这样一样 你看 它可以翻开 可以关上 那在翻开的外面呢 在这个外面呢 我们要写上今天两个字 然后在翻开之后呢 我们写上两亿年前 好 做好之后呢 我们把它粘在这样一个位置 把它粘好 现在 两亿年前 现在 两亿年前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给它做一个可以让它闭上的一个机构了 我们同样也是要用到磁铁 我们首先在这上面呢 粘一个磁铁 然后再在这个底部呢 粘上一个磁铁 好 注意啊 我们需要把这个磁铁呢 粘在这上面 好 粘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分开 也可以把关上 接着最后装饰一下 好 我们的大路飘移模型呢 就做好了 现在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首先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今天的地球的模样 好 每个板块呢 都是分开的 非洲大陆和南美大陆呢 也是分得开开的 中间隔着大西洋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看 两亿年前的地球是什么样子 我们来把每个大路板块呢 都要挤得紧紧的 好 挤到 它们实在是没有位置安放 现在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 两亿年前的地球是这个样子的 大路板块之间呢 是挨得非常紧的 所以说 那个时候呢 地球上面的各种动物呢 是可以在整个大路上面迁移的 那么 大家学会了吗 那么 大家学会了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